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咱们接着来讲修电脑 上一集我重点讲了电脑硬件 尽管电脑硬件它不是出错的很多 但是我为什么先讲了电脑硬件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电脑所有的功能它都是基于硬件的 如果硬件出问题你不去检查它的话 那么结果就是什么你花了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 你后来发现原来是我的硬盘坏了 或者是我的电源坏了 所以呢硬件是最根本的 所以咱们这个就是说 不能说做插播书听的时候不能够舍本足墨 首先要快速的检查一下硬件有没有问题 尤其是系统任何灯都没有的情况下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最常见的现象 就是比如像window的10 它启动不了了 然后呢它卡在这个 这个界面上了 这个大家相信都很常见的这种 就卡在这个界面上了 那这个界面怎么办呢 相信大家都是挺有经验的了 像这些选项 比如像最基本的这个system restore 这个很多时候非常有帮助的 点几下之后呢 给它点时间 它就把你系统给恢复了 然后呢 可能你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你试了所有的选项都不好用 那怎么办呢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就是一个稍微特殊的小办法 那在这个讲这个办法之前 我得先引荐一下这个autorun 这个经常玩电脑的朋友 可能用过这个autorun 它挺方便的 它呢是把系统注册表里的这些内容啊 它都给你罗列出来了 你可以通过勾选的方式呢 来选择你 就是说 想让它就是说被系统调用啊 还是系统不调用它 这个呢 它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在你做这个trouble shooting的时候 那么你的系统坏了呢 你可以用另外一台电脑呢 把这个autorun下载之后呢 解压到你的这个U盘上去 USB盘上去 当然下载 大家一定要注意 要到这个微软的网站上下载啊 因为你一搜索啊 可能会搜索到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个链接 你可能可能会下载一个病毒什么的 嗯 修电脑啊 我另外我强调强调一点啊 首先呢 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这个电脑是不是有非常重要的数据 如果有非常重要的数据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 就是说找专业的这个 维修的人 当然你也许有隐私呢 那你就得先自己 先先做一下了 当然大家不要误会啊 我本身做这个视频呢 并不是为了做生意 因为我本身呢 我做这个呢 也也 我们这个城市基本上没有中国人 中国人非常少 我的99.99%的客户都是公司和那个就是当地的人啊 那么你有重要数据呢 你就要非常非常小心了 以免造成第二次破坏 那么咱就讲你在没有什么重要数据的情况下呢 咱怎么讲 咱们讲怎么应用这个outrun来帮助你啊 那么你把它解压到这个U牌上之后呢 我把这个放大一点啊 在这 大家稍等 把它解压之后呢 插到这个电脑USB接口上之后呢 你要点这个这个命令行 点这个 然后把它放大一下 好 在这个命令行里呢 你首先啊 要找到你这个盘服务 你这个U盘呢 是插在哪里了 比如说有可能是D盘 当然我这个呢 因为是虚拟机嘛 我就把它放到我这个windows的根目录下了 那我给它解压成一个outrunexe 是这个文件 当然呢 还有另外一个文件 咱们今天就去用这个就可以了 outrun 然后你就打这个 你找到这个盘服之后呢 就打 outrun 我这个因为在这之前呢 我已经调用过它了 所以它没有问yes or no 你要点一下yes才会调用出来 这个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要用的这个系统呢 它调用的是不是呢 不是 这个你千万不要去修改它 没有用的啊 你要先点这个file 然后点这个analyze offline system 然后在这个system root呢 你要点这个选项 你到这个this pc里面 然后找到你的windows的那个 那个文件 那个文件夹 我的在这个上面是d盘 你的可能是c盘或者e盘 应该是在c和d之间吧 根据你的这个partition的不同 那我就在这了 点windows就可以了 然后点select 然后呢这个user profile呢 点这个之后呢 点this pc again 然后到这个 它也是在这个相同的这个 这个盘幅下啊 这个盘幅下啊 我这是d盘 然后到这个user子里面 在user文件里面 大家你的用户名呢 你应该知道了 我呢这是叫user 还有其他的我就不选了 这个是主要的这个 点user 然后呢就点select make sure the folder name is here 那 select then 点这个ok就行了 这个他要给他一点点时间啊 根据你系统的这个性能 你看他现在还在调用呢 这样呢他就把这些 你系统里的这些选项 他都给你调出来了 那这时候大家要注意啊 如果你没用过这个软件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选项呢 不确定的选项 你要用另一台电脑搜索一下 这个选项是怎么回事 然后你再把它勾掉 这个一般来说像这个type里面的话呢 这个选项里面这个log on呢 一般你即使把它都勾掉呢 问题也不大 这个另外还有这个 这个shedule的task 这个里面你可以把它都勾掉 我这里面是空的 还有service里面你要小心一些了 如果你知道自己是安装了 什么新的软件造成的话 那你就可以到这个log on里面呢 把这个选掉 比如说像我以前提到这个tiny wall 这个可能造成问题 我也可以把它勾掉 然后呢 或者是像一些其他的这些都可以勾掉 当然这个选项你可以随便勾掉的 大部分其他选项大家要小心一些啊 另外呢 它有问题的呢 它有问题的选项 它会是不同的颜色的 关于这个的使用啊 大家呢可以在网上找到很多的资料 这个呢就是曾经上一周啊 曾经帮我解决了一台我自己的电脑的问题 因为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呢 我刚搬过去一台电脑 然后实际上我是用这个就是克隆的这个盘过去的 所以它就启动不了了 启动不了之后我就用这个 这个办法 跟大家讲的这个办法呢 我是怎么找的 我点这个array thing 就所有的这个选项都在这 然后我 我点这个 比如我选 我当时是那个就是assys 华硕的那个 呃 一个程序出问题了 因为它给了一个提示嘛 你可以把你的这个线索呢 打到这个filter里面 然后呢 你可以找到相应的选项 可以尝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你 OK 这个trouble shooting啊 我跟大家说 是很不容易的 你要花很多时间的 呃 所以呢 你呢 你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呢 你可以试一试 呃 失败的比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呃 当然有 有时候走走运呢 一击一击中的时候呢 这就看你的经验多少了 啊 这个呢 我就是给大家讲一个框架 呃 这具体的 呃 就是实践呢 得靠大家的 呃 细心 耐心和你的经验了 嗯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啊 呃 可以点一下这个订阅啊 嗯 谢谢 下一次见